大家好,我是倒车请故意 本期视频放大招了啊 首先这个造型是不是很熟悉 有一点像朋友圈的图案 和我们之前折的这个伸缩收纳盒差不多 但是呢,你把它横过来看 它非常像我们之前折过的伸缩残簧 它是能这样来回玩的 怎么样,有意思吧 但是,很明显它没有这么轻易就结束了 它可以这样玩 变成一个圆柱体 接下来请注意 收起,打开 颜色就变了 怎么样,神奇吧 特别的好玩啊 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拉到最长 这样的话像一个望远镜一样 这个可以说是我折过所有的东西里面 最好玩的之一了 想学的可以来试试 这个魔术环的难度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其实它只有几个步骤 但是做起来却需要很多时间 我这里就用我店里的A4牛皮纸来做 首先我们需要做出这些折痕 现在可以截个图 如果有打印机的就把它打印出来 如果你不方便打印也可以这样 把纸的四个角贴上胶带 粘在你的电脑屏幕上 把屏幕的亮度计量调高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线条 你直接这样画线的可能操作不太方便 其实你只需要把每个交叉点的那个点标记出来 然后再拿下来画出它的线条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没办法 你看看能不能用你的手机 把这个图片放大一点 放一张纸上去 画出它的基本单元 由于它都是比较规律的形状 其实你画出了一开始的 后面就可以扩展下去了 但是我自己尝试了一下 没有前两种方法方便 现在得到了很多标记点 我先把即将要折的折痕画出来 出事不利啊 刚画完第一条就出问题了 因为我标记的时候用的是黑色笔 后完线那个标记都没了 没有关系我补救一下 我这里通过后面的几个点 把前面这个点找到 另外一边我把它先延长一点 线都画好之后 我们拿出锥子或者是圆珠笔 把这些折痕都压一遍 先压一遍再折比较好折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 一开始点完这些标记点之后 我就直接拿这个锥子画折痕了 这些线是画给你们看的 压到之后特别要注意一点 这个锥子尽量这样放倒去压 不要立着压 立着压会把这个纸刮破了 力量也不要特别大 折痕都压完之后 先沿着外轮廓把它裁下来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红线 骨折 所有的蓝线扇折 这个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折就完事了 我们可以从左到右 一排一排折 扇折就这样捏一下 这样第一排就折完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 后面都折完 折痕都折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折成圆筒的形状了 这个直接就可以折 但是折完之后 是稍微短一些的 我们可以一次折很多个这样的单元 来增加这个魔术环的长度 我这里就演示一下两个接到一起 看这是我私下里折的 就没有画那个线 可以直接这样 让一排重合到一起 拿白乳胶沾一下 沾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牢固 我们注意看一下 之前我们画线的这一面是里面 翻过来 这面是外面 如果你想要那种变化颜色的 可以在这一步涂成颜色 喜欢肃静一点的就不用涂了 从左到右 空一个 涂一个 空一个 涂一个 我这里都涂黑色的 你也可以涂成不同的彩色 这样会有彩虹的效果 好这样就画完了 但是画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之前在折折痕的时候 竖着的这个折痕忘折了 我来把它折一下 竖着的都是骨折 折完之后再翻回来 这个是外面 我们把最上面这一排涂成胶 因为这个整体太长了 我准备涂一点 粘一点 把它整体 这样围成一个圆形 这样粘过来 把它的形状对齐 其实不是很好控制 所以说我要一点一点粘 一定要把它堆齐了 等它干一干 干好了之后再往下粘 为了方便操作 我还是拿牙签 蘸这个白乳酱往上涂 这样操作起来会比较细致一些 好了 粘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下面只剩最后一步了 就是把它收起来 我们注意看 所有这种斜着的折痕 都是向下推的 第二排是这样的 除了这种折痕 其他的都是捏起来的 我们就按照折痕的方向 把它收起来 一层一层收 其实我们只要把所有斜着的 都这样压好之后 剩下的很自然的就能收回来的 这样一拧 看懂了吗 一层就收好了 紧接着整理第二排 把这样的都这样向你顶 如果这里比较硬的话不好操作 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指头 从下面支撑一下 扶住这操作 第二层的折痕 整理好之后 这样一拧 紧接着第三层 一直把它整理到头 都收完就是这样的 但是它现在折的稍微有一点不干净 我们就这样使劲压扁 把这些折痕都压得锋利一些 它一开始玩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硬 是这样的 反向拧 其实现在就算是成功了 剩下的就是只需要你多玩一玩 让它变换起来更流畅一些 真心的建议 你一开始做一个短的 只做一张纸的就可以了 因为再站成缓的那一步 实在是太费劲太费劲了 你直接做我这种很有可能翻车 但是这个成品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玩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倒车醒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交织 这个记得给我交作业